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星期四的創婦激發點 我是Christy 鄭麗儀 今天請來嘉賓有Terry 曾少華 你好 你好 今天請Terry上來和你分析一下 倭倫和牛紅症市場的部署策略 不過我們先關注一下港股表現 因為今天港股就連跌了第七天 今天收市再跌53點 收報23261點 成交縮減到674億 所以Materia受著內地市場 可以進一步推出緊縮措施 再加上美國的數據不理想 就業數很差劣 美股又下跌 港股亦不能倖免 大家看看港股已經跌到23261點 其實現在會不會進一步 跌穿23000點 因為距離其實都是200多點 其實看回恆治 連跌了第七天 跌到大概23300點附近 大家想回 由3月中的低位升上來 4月初的時間 其實升了2300點 其實現在調整升幅的一半 大概到23300點 雖然恆治失手了50天線和100天線 但是看回下一個支持位 到23000點 相信大股有機會在23300點附近 即是現水平調整已經完成了 不用太擔心 其實現在我們看回中線來說 恆治的市盈率 PE大概12點多倍 相信這個位置 是適合中線的分段吸納部署 其實也不會說太看淡的港股 我們看看衍生工具市場方面 剛才說恆治也下跌了很多天 過去今個星期 超過40隻牛證被收回 其實是否看得出 現在是一個搏牛證反彈的好時機 其實看回資金流方面來說 過去五個交易 恆治的好倉累積是流入 超過2億7千萬 淡倉流出就1億3千萬 其實反應投資者 最近都是保處反彈的策略 重貨區方面就看回 牛證大概在22800至23100左右 相對期指的張數是三千多張 紅證大概是24200至24700 大概是500多張 其實現在這個時間 如果你相信 日脈三千點可以帶來支持的話 其實保處反彈利用牛證也是可以的 其實都是一個博反彈的好時機 但如果投資者看淡 紅證方面又怎樣選擇呢 紅證方面其實因為本身最近的市況比較波動 其實選紅證的話 亦都是選一些適合的條款 那甚麼叫適合呢 可能找回一些收回價距離1千點 即是現價來說 大概是24300點做收回價的紅證 共甲方面大概10倍15倍左右 就比較適合一些 那我們轉一下看看內銀股的部署 好 因為其實知道中國銀監會 就公佈了一個新的監管標準 比巴塞爾3更加嚴格 其實昨天我們分析了內銀股的淨股 有一個投資策略 今天講一下卵場方面怎樣部署 好幸好今天建行、公行、農行 這些都是微跌了一點 好像消化了一些因素 不知道是不是 就沒有那麼厲害了 其實接下來 始終都會憂慮中央 可能不會再加息 那怎樣搞呢 怎樣選擇呢 其實回看內銀 最近有兩個理淡因素 第一個就是 通創問題嚴重 所以其實接下來有機會 有更多的緊縮措施 例如是加存款準備金 或者是加息的因素 如果加存款準備金的話 就令到銀行本身去貸款的能力 或者規模就收減了 所以有機會影響盈利 另一方面 就因為貸款的風險上升了 正如你所說 資本充足比率 就提高到一個水平 比巴塞爾3更加高 所以接下來有機會 中小型的銀行 內銀股 就面對一個股本不夠的情況 甚至乎是有機會要集資 所以其實最近 亦都是趁著市況調整 內銀股亦都是有調整的 但是看回 這個政策其實相對來說 對一些大型的銀行 影響未必太大 所以見到今天 亦都是工行 建行 其實農行 亦都開始期運了 所以見到有資金 在這個內銀股 之前那幾天調整當中 就是不斷吸納 就有低位部署 另外看看薄彈股 就是薄彈卵是怎樣 特別是看看中人壽方面 因為今天就再跌超過百分之一 就跌到近兩年低位 跌破27元 政股收報就26.85元 其實國壽認救症的情況是怎樣 其實是否一個 現在都很薄反彈的卵來的呢 ?